部長我請教你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這幾天的兩天的報紙 這個我們都知道打那個疫苗以後 長者死亡率很高 而且不是只有兩天11位 我看今天的中國時報是12位 那當然很多長者他們都非常的擔心 如驚恐之鳥 那問題是這個 這個我早上看了新聞的披露 這個新冠會員死亡率 80歲以上是0.0172 就是佔所有80歲以上的長者 那打疫苗的死亡率 是從0.0046% 一直到0.0092% 等於是他有他一定的比例 那其實很多長者 因為我昨天晚上去我那個老業障那裡 老業障94歲 泰山大人94歲 老業母87 他就問我說 你擔任國會議員 到底你要不要打 你認為我要不要打 其實他看到電視說死了十幾個人 老人家都會擔心 而且很多人也問我這個問題 所以說 林委員 他就答一個答問一下就好 他也沒看到人 我簡單回答一下 這種死亡各種可能性都有 當然不能排除 就是說 因為打過疫苗以後他就走掉了 但現在是目前是一個時序的相關 所以還是要到我們的預防這個 應該是救濟的專家文會來討論 那不過呢 就是說 整體來看 從國外的資料來看 也都有一定的這樣的一個死亡數 那但是目前大家還是認為說 這是利大於弊 我們還是建議要打 建議要打是不是 因為 應該是利大於弊 其實很多長輩老人家 他們真的很擔心 那就回到了 是鳥啦